色欲无度偏爱面首 刘宋王朝第一开放美人 山鹰公主到底有多好色目 刘宋朝廷仅延续六十年 便更换了九位皇帝 伴随着混乱的社会背景 诞生了一位位暴君 这些暴君身后的 就是那些生活荒诞无度的王公贵族 处在这样的时代中 女子们的命运多是悲惨的 但山鹰公主却是个例外 不但没有受乱世影响 还圈养男宠活得有滋有味 虽有刘宋王朝皇族第一美人之称 但她最出名的还是索纳的三十面首 因她荒淫无度的生活 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难以启齿的一笔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世上最淫荡的公主刘楚玉 山鹰公主的母亲是文母皇后 为孝武帝生下了两子四女 不过虽然这位皇妃美貌聪慧出众 但是她的女儿山鹰公主 却一直被后世诟病 公元464年5月 山鹰公主16岁的弟弟 刘子叶继承了帝位 刘子叶不仅荒淫好色 甚至强占自己以为人妇的姑姑为妾 山鹰公主作为刘子叶的姐姐 自然也毫不逊色 虽是留宋王朝皇族的第一美人 却以淫乱放荡 爱好男色闻名于世 这姐弟俩同父异母 感情深厚 同称一年相拥而坐是常有的事 平日里经常同吃同住 在宫廷里通宵玩乐 好不快活 至于姐弟俩是否有其他猫腻 无人得知 明史曾有记载 山鹰公主的第一任驸马 是光禄大夫何彦之子 留宋王朝的第一美男子 何吉 这正符合了山鹰公主的重口味 皇族配权贵 美女配美男 真是羡煞旁人 在当时更是被传为佳话 可惜放荡的山鹰公主 嫁给何吉没两天 沉迷色欲的她十分眼红弟弟 丰富多彩的后宫的生活 于是她和刘子叶说 这句话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 她和陛下虽说男女有别 但也同样是先帝的后代 陛下您六宫粉带 遇人上万 而自己身为公主 却只有驸马一个人 实在太不公平了 山鹰公主到底有多好色 竟然主动索要男宠 刘子叶觉得姐姐的诉求极有道理 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 左拥右护 于是大手一挥 就给姐姐安排了 三十个英俊潇洒的面首 侍奉在侧 根据词员和说文解字中的解释 面质相貌 可引身为面旁俊秀 手指头发 可引身为头发乌黑 甚气较足的男子 而刘楚玉则是整日与他们寻欢作乐 父马何吉得知后又羞又怒 奔乡起兵造反 却无苦惨死家中 山鹰公主在世十九年 正知青春萌动的年纪 不仅对年轻气盛的男子情有独钟 对成熟男子更是来者不惧 刘宋王朝有两大美男子 一位是娶了山鹰公主的何吉 还有一位是娶了南郡公主的楚渊 当时的尚书利布朗楚渊 怎么也没有想到放荡那山鹰公主 早已经把目光放在了她身上 山鹰公主没没想到楚渊就纯心荡漾 对自己的弟弟说 想让楚渊来给她侍寝 没想到刘子叶竟然满口答应 命楚渊去给山鹰公主侍寝十天 楚渊自言回 论辈分是山鹰公主的姑父 此人风度偏偏俊美非凡 刘子叶知道 楚渊一向行之端正 没有明目张胆地要求她 陪姐姐寻欢作乐 只是下诏让她去公主府 至于道夫以后如何 就看山鹰公主的本事了 山鹰公主则每日梳妆打扮 施展浑身解数 百般引诱楚渊 楚渊当然不会答应 并以自杀相威胁 就这样过了十日 山鹰公主只能作罢 公元464年的冬天 刘子叶一时兴起 驾令京城王公贵族王妃和公主进宫 一起举行烟火晚会 这些女眷便一个个精心打扮 结伴进宫 当她们走进宽阔的大厅后 等待她们的不是瓜果点心 也没有诗词歌赋 而是躲在暗处赤身裸体的百名侍卫 当大门关闭后 如同恶狼扑石般的百名侍卫冲了出来 就将她们全部监污 上演了一场十足时的活春宫 山鹰公主和刘子叶就坐在一旁 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一幕 三十个男宠仍旧不知满足 如此荒唐淫晦的山鹰公主 最后又是什么下场呢 自楚渊守真坚决不从之后 山鹰公主没过多久就死了 与刘子叶两人都死于谋杀 杀死他们兄妹二人的罪魁祸首 就是当年被侮辱被伤害的猪王 所谓的猪王并非家禽 而是刘子叶的叔叔刘玉 刘子叶为了戏耍这个叔叔 就派手下的人挖了一个大坑 然后倒入泥水 让刘玉把衣服脱光 然后命令他像猪一样趴着 躺在这个坑里打滚 并且把猪的食物给吃完 甚至还有一次更过分的事情 就是把他的衣服扒光 帮助手脚抬进厨房 就像真正的杀猪一样 幸好是当时的建安王阻止了 告诉刘子叶这头猪还不到死的时候 等刘子叶生日那一天杀就行了 于是刘玉逃过了一劫 因为刘子叶当上皇帝之后颇为凶宝 之后又杀掉了很多皇室贵族 并且把他们关了起来 甚至要计划杀死他们 但是刘玉早就做好了准备 一方面他不惜自毁形象 装疯卖傻学学猪脚 一方面派遣自己的亲信 结交刘子叶的侍卫 最后先下手围墙 率先杀死了刘子叶 那么山鹰公主的下场又是如何呢 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刘玉 解皇太后之名 自知自尽于宅 一种是死于刘玉乱刀之下 可以肯定的是 山鹰公主死后 她的面首都被处死 昔日的皇族第一美人 在她不到二十岁的时候 就香香玉允了 厌绝青石的好色公主就此落幕 虽然论浪荡 无人可与之相较 但是当代作家柏阳先生 甚至专门写了篇 山鹰公主万岁称颂她 认为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甚至觉得她不但有超时代的见解 也有男女不平等的自觉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就了这样一个富有争议 让后世褒贬不一的山鹰公主呢 其实山鹰公主这个形象的存在 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山鹰公主生在动荡的南北朝时期 频繁的战争导致人口锐减 政府鼓励生育 代表着当时的中国妇女地位空前提高 同时胡汉文化融合 胡人众母亲妇文化 也推动了汉人妇女地位的提升 加之山鹰公主出身皇室 比普通女性受到更少的限制 各种因素叠加 造就了我们今天所制的山鹰公主 而通过山鹰公主 我们也隐约能看到 混乱而又融合的南北朝 好了野化老故事 咱们到哪儿哪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